iPhone XS 补权了过去的短板 外观虽然并没有太多变化 内在却大有不同 iPhone XS拥有A12 外Omic处理器和搭内侧 保证日常流畅使用的同时 大大增强了GPU性能和AI性能 能够让你唱完各种大型游戏 开照方面SmartHDR的加入 让iPhone XS与前作在弱光环境下 彻底拉开了差距 钢光椅子更好 音译细节更多 照片的饱和度更高 更讨好眼镶 前置也终于自带美颜 女同胞们终于等到了 不得不提的是iPhone XS的屏幕 三星OLED屏幕的优秀素质 加上苹果的细心调校 原材显示的加入如鼓添翼 让使用iPhone XS成为一种享受 另外一些特性 如IP68级别的防尘防水 支持无线充电等 都是iPhone XS的加分项 想入手苹果新机 买iPhone XS就对了